我曾经九月去年九月跟一位苏贞昌的家里面人很好朋友的一位外籍人士聊天 那位外籍人士我跟他说那天早上他刚好跟苏贞昌见面 我问他说我说那你跟他你们问苏贞昌他为什么不做复仇 这位外籍人士他也他说我可以写只是不能够讲他名字 他说苏贞昌说因为他选不上 为什么选不上因为他们两个有仇 第三我再讲